华为高管看到博主用iPhone拍它后 于成东幽默吐槽 拿了台iPhone还好意思拍我 今年的花粉年会将于12月8日至10日 在东莞松山湖举行 届时花粉们可以与华为各产品线的总裁和专家一起探索 华为的技术进步和产品优势 今年3月 苹果CEO库克现身北京王府井 一小伙上前与其合影 默默地掏出一部华为 也曾引发网友围观 去年雷军的微博之夜 雷军被一众科技数码类网红博主围住用手机拍摄 他看到这一幕也无奈地笑了笑 并说大家别拍了 可见手机在他们眼里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事实上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 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手机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连接互联网 让我们获取信息更加便捷 还可以随时随地记录我们的生活 看来手机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还是我们社交交流的重要工具 希望在未来手机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惊喜